角逐2024總統大選 侯友宜搭配趙少康 柯文哲跟吳新穎 雙方各自登記參選 說好的藍白和最終破局了 究竟是誰的錯呢 其實就覺得 藍白本身的理念就沒有那麼合吧 他們每個都想當正的啊 他們這個一定瞧不容 好像也沒有誰對誰錯啊 對 到最後是一場連續劇的鬧劇 破局的話 我們民眾看好的一邊 往好的一邊走 用氣保保住台灣 這在搞什麼嘛 你簡直就把人家 當那個 當猴子耍嘛 重點是 他也很沒有禮貌 他 他 另外那兩個嘛 因為他們都遲到嘛 對不對 其實國民黨也要爭氣啦 然後 而且也要 世代輪替啦 這應該主帥比較重要吧 副手就是副手啦 對不對 對 主要是要不要選他而已啦 對不對 啊會去投票嗎 不想投了啦 在野 怎麼這樣子的手法 這樣子的操弄 然後 一塌糊塗 真的很傷心很難過 都有錯啊 都沒信心啊 然後都亂搞啊 哈哈哈 雙方都有錯啊 那一言再也 演到現在的這個樣子 讓我們太失望了 我們這個選民怎麼選得下手 我也不知道 選不下去 郭台銘 就是又再次退選也很鬧 就是 關他什麼事 人家藍白河 好像不關他的事不是嗎 他又不是白色 對吧 然後賴沛俠也很可憐 就 那舞台劇也不能演了 然後又要被那個身家調查一陣子 然後結果 他就像個棋子一樣 不是嗎 他還放棄美國棋 他整個很莫名其妙 我覺得這個結果啊 很莫名其妙 就是 因為會覺得說 既然結果是這樣的 那當初周旋了那麼久 綠營來說 可能勝算會比較大 因為 在野沒辦法合在一起嘛 然後 可能票倉會分散 有民眾表示 藍白雙方都有錯 這一下破局 讓他們好失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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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